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洛阳的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半决赛 但也被誉为是提前上的决赛 河南洛阳大家知道是著名的骑程 按照全国来说总段位应该说仅次于上海 而且段位据说只差了 职业骑手走到只差了一段 而上海健安四队这次组成的队伍应该也是非常的强大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对局中来 经过猜先 这盘骑河南洛阳猜到了黑棋 河南洛阳首先上场是业余女骑手 而上海队上场的是著名的骑手张璇八端 张璇是作为唯一的一名 就上海健安四队唯一的一名职业骑手 而范玉洛只是作为教练 而不作为队员上场 这是一个接力赛 我们上一期已经介绍过全国维持之下的一个赛制 应该说是非常紧张刺激 挂脚 黑棋先大飞手脚 确实白棋可以考虑手脚 实际上张水老师这个风头肯定也没有问题 挂脚 一间高架 应该说下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布局 张学老师有一次在比赛前就告诉我们 他会下一些对手没有见过的招法 因为他的棋的熟练程度可能不如现在的冲断少年或者冲断少女 他们因为冲断这批小年轻他们的棋非常熟练 而张学老师愿意把这棋 它的方针就是带入到一个大家到未知的领域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一间高架的一些定式 按照传统的定式 黑棋走车 黑棋飞一个也是有的 但现在觉得白棋飞一个 这两个交换 多多少少白棋有些得分 白棋还可以 黑棋如果压白棋就跳 黑棋如果拖白棋跟着扳就好 白棋退 这个定式反而觉得现在已经渐渐很少有人下了 即使AR没有出现的时候 这个定式都认为是黑棋稍稍有利 下的人非常少些这个定式 另外此时黑棋也可以考虑拖 这之前曾经很流行过 长 当然这个下方也是有的 打吃 但这个必须要征子有利 征子有利 白棋征子有利的情况下 黑棋只能吃这个 下接 随后长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定式 当然现在情况是黑棋征子有利 黑棋就会选择下面打 白棋如果无法征掉这个黑棋的话 那显然不行 被黑棋跑出来肯定不行 如果退的话那效果就要差很多 黑棋飞压 这个战斗白棋有点苦 长完以后黑棋会把这个子冻出 这个是白棋的苦战 所以争子不利的情况下 白棋不能选择打了长的下法 白棋会有这个下法 按照最老的定式 大家认为黑棋有这一碰 当时刚出现的时候 这一首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步其实特别特别好 首先特别酷炫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棋打直 这个白棋明显的重刀图 如果能有一排棋的下车 这样真的是赏心悦目 特别愉快 但这需要对手的一个配合 这个是白棋亏多了 白棋如果长的话 黑棋搬 这个图也是黑棋不错 像这样也是黑棋还可以 但白棋有搬这个的下法 这个变化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 白棋长 黑棋如果打吃 走这个 这个变化 黑棋未见的有利 所以渐渐的 大概经过了十年吧 少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大家渐渐就已经把这个定式 进行了一个改进 是选择了黑棋飞 黑棋选择这个飞 首先白棋不能爬 爬黑棋长 白棋跳 黑棋随后打吃 这白棋这两个子 有点鸡肋的感觉 如果白棋硬要跑的话 黑棋这一滚打特别愉快 白棋还不能碰伤 下边两个子走 这个还把下边两个子给碰伤了 只能单提 那黑棋再揍一下 沾 这个一串的白棋效率太低 没写黑棋好 黑棋加也可以或者走其他地方都行 这个图明显黑棋好 那白棋只能尝这个 黑棋挡一下 白棋吃 黑棋走这 白棋挡 断一下 白棋提掉 随着黑棋跳补或者力补都可以 这个定式被认为是两分 但现在AI出现以后 它认为自己下成这样也是白棋不错 况且白棋还有一部特别有意思的下方 也是AI给我们带来新的下方 就是小尖这个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吃 他认为这个子的位置比这个要好 黑棋走这个 白棋就走 那黑棋只能在这一带补齐 如果再尝一个白棋跟这小尖还有味道 他认为就要改进 这样一个改进 其中当然黑棋也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变化 走这个以后 黑棋走这个 白棋吃 黑棋可以先立一下 当然走完以后再走这个 其实也一样 白棋吃的时候 黑棋必须先立 走这个被白棋提了 这提的太干净 脚里还要补齐 黑棋必须先立 白棋走 黑棋走这个 如果白棋吃的话 黑棋可以和鱼块尝一下 尝试有鲜手味道 因为不走的话 黑棋可以恰打 再吃这个 这个白棋有点吃不消 所以白棋先虎 黑棋走 所以白棋断 黑棋打吃 这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 白棋粘 黑棋吃 这个变化应该说是比较新的一个下法 黑棋 黑棋立 黑棋走 白棋提 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变化 当时曾经我就这个变化 问过不少棋手 我不告诉他们就这个结果 结论 电脑的结论是怎么样 我问大家 你们作为一个人类 就是作为你一个个人爱好 你来判断这个局部怎么样 大多数棋手搞错 我觉得差不多 也有喜欢白棋 也有喜欢黑棋的 因为黑棋毕竟是白棋的先手 的情况下 黑棋拿了15亩棋 而且这里也相当的厚实 而白棋这里也带着木 应该我觉得大多数正常的 第一感觉的可能差不多 尤其在之前那个定势的一个 对比之下吧 应该觉得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个定势 在AI看来 白棋要便宜的大概 将近10到15个点 这其实应该说是 被认为完全白棋好的一个定势 电脑认为是完全白棋好 可能它更宽 看中了一个式的控制吧 首先他觉得 这个木树上来讲 应该双方差不多 但白棋这个式明显 比黑棋要高 所以总体来说 他认为白棋要好一点 所以现在因为大家的棋 也受到AI影响很大 有了这样一个结论以后 下这个拖了断这个下法的 就比较少了 好 我们回到实战中来 实际上这个走完这个以后 对手洛阳队的一个冲淡少女 显然是对这个局部变化很清楚 他就选择了跳 跳完了一加 如果最早的老定势 白棋只是往这一跳 黑棋脱过 这个好像是 现在现在骑手都不太啃 觉得黑棋比较满意 其实这时白棋脱线 可以把这个逼住 这个逼的价值非常大 我们之前的几次节目也讲过 这个逼住的一个价值 对于这里将来的攻击性很厉害 还有一种下法 走这个跳下 跳下也是个比较传统定势 黑棋压 压 走 然后刺 这也是一个老定势 走 向尖 白棋可以先尖顶 冲一下没问题 走这个 断不断也无所谓 先走这个 然后白棋扳 其实这部扳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们马上可以看出 走这个 白棋点是要紧 由于有了 白棋弃了这个字以后 白棋这个一路立是先手 首先黑棋不能加 加的话白棋正好一立 随后再一挤 这个图黑棋崩溃了 我们可以再看两步 黑棋走这个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挡 这个图黑棋明显崩溃 黑棋只能团 团的话白棋可以立 因为有这个一路立先的时候 白棋得到联络 所以黑棋补一个 这大致是被认为一个两分的定势 但此时我觉得白棋其实可以考虑这么下 因为接下来这一手太舒服了 这手逼住是绝好点 而黑棋如果想抢这个的话 白棋可以断 这个黑棋不行 所以这个图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但黑棋可能会选择一些场合的想法 比如先走这个 单捕 你逼着你捕 你可能白棋拐 黑棋再逼住 可能这样要好一些 白棋不能挤 挤的话 黑棋将来提示先手 这部B的严厉性大大增强 所以其实往下跳 白棋是可以选择的 但张老师有一个方针 他的一个方针 从我们八强战开始 他就告诉我 他尽量下一点 小朋友没有看见过的下法 这也是一种比赛的经验吧 因为张老师是从骑力啊 对骑理解方面 都要明显好于其他骑手 所以这里他有他的一种理解 实际白棋坚定 不管怎么样 这手骑至少我是没怎么见过 只是偶尔看到有这个可能性 我至少没有下过 但下一手这小坚确实 我是完全没有见过 这两招骑还是很有创造力的 黑棋靠住 但其实对手的小将也很有实力啊 两手骑都硬住 其实白棋这里是 飞一个稍微缓了一些 这是白棋可以考虑走这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是我们局后摆棋的时候 摆出一个变化 黑棋跑这个显然不行 跑这个白棋沾 黑棋AB两点 必然得必备得棋 这个被冲出这黑棋太酷了 黑棋走白棋冲掉 这实地非常可观 所以走这个时候 黑棋只能走这个 白棋提 黑棋走这个 随后是比较要紧 白棋可以先去续节 先点33续节 黑棋如果在这里 花一时起走的话 这个白棋明显不错 黑棋如果提的话 那这个白棋太满意了 速度很快 甚至白棋就拆一个都可以 黑棋只能跟着硬 跟着硬 白棋可以找机会 就比如说走这个时候 再搬一下 黑棋走 白棋找机会开这个棋 打吃 我们之前几次节目也提到过 只要白棋花了一手的话 这个棋无论如何 想办法打印 那这时候白棋就制造了一个很好的节材 就是打吃这个 黑棋如果消了 这受不了 这被提的太惨 黑只能粘 粘白棋提节 这个节 黑棋无论找哪个 白棋都是万节 黑只能粘上 粘上以后 白棋可以爬出去战斗 也可以先把这个挡了 这两个交换 即使被黑棋提到一下 这两个交换 白棋就所得甚多 黑棋几乎马上补齐 不补的话 白棋将来爬出来 这个黑棋太苍白了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白棋不错的机会 搬出更严厉 实际上白棋是小飞一个 其实黑棋只是要挤住 把这一虎一个 这黑棋就还可以 但黑棋显然也有更高的一个追求吧 黑棋逼住这个 这没有挤 还是有多少有些问题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应该搬 这个搬非常严厉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很难下 实际上白棋是搬 对吧 不是 还是应该吃出来 实际上白棋粘 这个战斗就被间接缓和住了 这时还是应该吃出来 吃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再粘住 这棋也是可以粘一粘 况且白棋还是可以考虑 刚才那个下法 黑石站粘 这个时候白棋面临一个选择 白棋首先压肯定是 有些操制过急 黑棋不会起 黑棋肯定会跑 白棋看上去很凶 这个必须还得一样 如果走这被黑棋一管 白棋动弹不得 走 白棋压 黑就跟着白棋走 终究有一天 白棋这棋必须要跳回 那黑棋再压 走了一串 白棋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收获 反而多出一块估起 对黑棋这里的几个子的压力也不大 所以白棋只能选先长 长的时候 黑棋冲一下是正好 这个时候白棋下出了一步 疑问手 白棋退一个还是不太肯 这棋还是应该挡住 黑棋断的话 白棋就做活 慢慢下 先把空蹭住 这将来黑棋如果跑的话 白棋多个子 尖出来还是相当的现实 实际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走完以后 黑棋冲 白棋一退 这被一冲断 白棋有点亏损了 木树亏损上有点厉害 这不能沾了 这一沾黑棋一长 这跟刚才差的太多 走着黑棋是补一个白棋都受不了 吃 这里应该是白棋吃了一点亏 所有拐住是好感觉 如果黑棋将来不下的话 白棋可以再走一个 白棋可以先挖一下 甚至不挖也可以走走 如果收成这样的话 再换成收成这样 白棋实在太厚实了 所以黑棋这步棋 看来黑棋这个小车很有实力 走这个冲出 白走 黑棋长 出头是有价值的 尽管付出了下边实地上的损失 但从全局来讲 这里对这里保持一个攻势 白棋可能应该搬住好一点 走这个将来被逼一下很难受 黑棋跳 白棋小肩 黑棋这逼一下很舒服 黑棋跳 应该说这旗下成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 白棋正 黑棋小肩 白棋跳 这时候黑棋就已经进行了一个换人 因为最后总决赛18到24首 20到24首就有教练可以选择随时换人 而张老师这首其实是张老师的最后一步 下到48首以后也换人 我第二棒是我们队是上了我 然后对手是那个李源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 这个全国城市围棋之乡这个联赛 全国围棋之乡联赛应该说是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比赛 因为参赛队伍都是围棋之乡 尤其像河南洛阳 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 非常有围棋底蕴的城市 他们诞生了很多很多的职业棋手 总段位 职业棋的总段我们刚才讲到过 仅次于上海 而且从趋势来看 我觉得反超上海应该说是指日可待的 他们有很多的年轻的棋手 应该说作为一个地级市 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而上海的杰安寺街道 也是一个非常重视 维之之乡 终视围棋的一个地方 从双方这次的一个阵容 就可以看出都很重视 河南队的主帅 也是教练兼队员是十月九段 而我们队的一个 也进行了一个升级 我们的教练由范玉洛来担任 但范玉洛不上场比赛 而仅是作为教练 我们的那个职业棋手 唯一的名额 给了我们的女棋手张学老师 所以然后我们的业余棋手 有我 唐忠哲 王称 叶玲云 胡子珍等 应该说还是总体实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叶玲云 对 也是上一场 我们也是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队伤实力也非常强 有苏广月也是业余棋段 李源祺 张梦时等等 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个队伍 尤其比赛下到这个之前 洛亚队是全胜 而且是上一届的冠军 已经几乎就是两年没有输过棋了 而我们在小组赛中已经是翻过船 而只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进入到了这个八强 随后在八进四战性了新疆队 进行在半决赛就遇上了洛阳 这是一场被誉为提前上演的冠军决战 而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维持之相联赛 也有很多的排兵不正战术方面 我们他们有一个核武器 那就十月九段 他会在后面有一节比赛中上场 我们一方面尽量让十月早点上 早点上完以后 我们后几台 我们的综合实力 整体实力 我们相信还是稍战上风 但什么时候让十月早点上场 我们顶住这一棒 然后再慢慢发力 那就很好 所以这盘期我们一直在判断 十月会在第几棒 总共五棒的情况下 第几棒上场 我们要尽可能的先取得一些优势 在十月未上场之前 先取得一些优势 然后在十月这一棒顶住 随后再发力 而现在这个第一棒的时候 说句实话 对方的女棋手发挥的相当的出色 应该说反而是稍稍占上风 这可能有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但张学老师认为 这点差距并不足以影响胜负 而且现在这个局面 下到一个双方都不擅长的局面 这对我们综合实力强的 还是有利的 他是一直在这样鼓舞着我 我们在上场比赛的时候 这一棒 队员们给我的一个要求 就轮到我上场的时候 教练范月洛 以及队友的让我加的积极一点 尽可能把这个差距取得优势 好的 我们接下来回到这个棋局中来 黑棋靠来一场 李源棋 对方李源棋六段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棋手 拿过全国大学生赛的冠军 最近也 现在也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学 非常有冲进年轻的 班 黑棋断 这一场战斗难以避免 白棋窗 黑棋扳 这里白棋的形状有点难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棋虎 黑棋将来有一蛙 沾 这里还是有漏洞 这里还是有漏洞 但如果这三个子不要 这三个子就是骑筋 如果没有这三个子的话 白棋很难对这块黑棋进行攻击 所以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不得不再走一个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黑棋还是相当不错的 骑形上 白棋还是有些问题 黑棋逼住 实际上后面这两个手 我当时判断 联络很大 把这个子连上 把自己下后很大 一个瞄着将来打入 另外这块黑棋 因为这个结构 其实黑棋挺虚的 我只要把自己下后了 黑棋自己围 这块孔并不好围 就算围到这 白棋还有靠 还有这个碰 这跳这里都有漏洞 如果补在这的话 也是有骑 这里也有骑 这靠也有借用 所以我就想 当时让它自己围态围不好 只要把自己下下后 所以也是基于这个想法 但这部棋 其实作为我来讲 我局后还是有点后悔 我觉得还是应该走这个 这手棋 把这个子连回来 比想象中要大 首先大大缓和了 因为黑棋这里比较紧迫吧 大大缓和了这个下法 这个挖毡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下法 只要暂时白棋扛得住的话 就就可以给黑棋 带来很大的压力 况且白棋随时可以找机会 刺这个 还有这个伏击的手段 所以这手棋 比想象中价值要大 局后我下完这个以后 给黑棋靠出 我就发现这个确实很大 被靠出以后 这棋白棋很难 再组织一些有序列的一个攻势吧 但作为这样走完以后 其实白棋还是应该慢慢下 刮个脚 或者再跳一跳 都是正常 这不打入有点狠 当时是觉得这形势还不占优 对方十月又还没上场 想尽量下的积极点 一定要取得一些战果 但实战 对方因为有暂停嘛 对方在这个时候叫了个暂停 然后布置了一下战术以后 下的很好 跳这个 因为这个全国为之间联赛 就每局比赛中有三个暂停机会 这暂停是大家可以下场研究 所以也是很厉害 暂停也就像一个武器一样 非常有力的 跳 让黑棋靠出 这个下法 刚刚就 刚下的时候 我的质感觉得不一定是好奇 但实战下完以后 觉得结果 很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变化了 粘 打吃 这作为双方来讲都没有变化 走 一起粘 一起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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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鸡虎 随后 随后 小肩 白鸡下的时候其实有些纠结 到底小肩这个好力还是扳好 这各有利弊 很难讲 小肩这个肯定是对脚上的进攻性最强 但缺点是这里的木树 这里的变化 白鸡现在又一利等手段 小肩这个利这种或者大飞 大身腿都差了很多 而且从眼形后保 这里也差了不少 如果搬的话 如果黑鸡跟着硬 那肯定是白鸡得利了 白鸡肯定不下了 但黑鸡这里脚上会好很多 而且这个黑鸡肯定不走 不走以后这里白鸡是好一点 但脚上差一点 所以实战思考了一下以后 还是觉得中庸一个 走这个 至少将来我一路利 两边都能保证 而且将来如果点脚的话 其实跟这个小肩差的也不多 实战黑鸡后面两手 其实真的叫俗而有利 刺一张 看上去很俗 上面说病 这个确实也很少有这个感觉 但这两手鸡下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样下的话 黑鸡把这个控机棒全守住了 白鸡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只有只能吃这点三个子 但现在白鸡这块其实厚了 这基本上也干净了 吃这三个子其实意义不大 白鸡肯定要抢更大的 走这个 黑鸡飞补 也是瞄着这个贴 白鸡得走 不走的话被黑鸡贴出 白鸡崩溃 白鸡高效率补 黑鸡打路 下到这个时候的 我这一棒下场了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换人 我们换上了唐冲哲旗段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骑手吧 但这个局面 我下场的时候 说实话我有点 并不是怎么样 心情并不怎么好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棒 并没有取得任何优势 现在局面还是黑鸡稍优的局面 白鸡厚实 而黑鸡目数多 至少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格局 但那个唐冲哲他觉得这骑无所谓 他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格局的 他是比较喜欢厚实厚发力 首先这个脚上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脚上肯定有骑 比如说点脚 一小肩 黑鸡走 白鸡斑 黑鸡虎 白鸡虎 由于白鸡这部一路立是先手 所以脚上已经是一个活鸡 但现在目前来看 这个只是一个关子 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不了的地方 因为跟黑鸡死活没有关系 而下边 右下 黑鸡的效率非常的高 白鸡 驾驶也没有任何气 白鸡走黑鸡就退 白鸡靠黑鸡走 这个时候白鸡几乎没有 最多是白鸡有个利的一个下法 而且利 黑鸡就是跟着走 白鸡究竟能不能活 也是个未知数 这当时我们是觉得 形势实在不利的情况下 是准备打算这样拼搏的 但现在显然还没到这个程度 这个鸡 鸡也就是黑鸡稍优一丁点的鸡 局势论胜负还早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形势 这块鸡由于有了点 这个黑鸡点十目鸡差不多 这里白鸡斑是先手 黑鸡算小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三二十三目 这块暂时点两目吧 二十五 这里点到这一线 四十四三 四六四七八九五一五二 五三四五六五七八五九 六十六一六二六三 黑鸡有六十六十目出头 白鸡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四十五十六 二十六 这里四五目三十 加这里隐含着的估计十目 其实四十目 那鸡是从实地上讲 黑鸡要领先二十目 鸡左右 而且因为这时候白鸡也点得多 白鸡其实你客观点也只有三十五目左右 黑鸡盘面要将近二十 要领先二十目 不是盘 盘面要将近二十五目 那白鸡只有通过这里的攻击 因为白鸡 黑鸡这块鸡没有安定 所以白鸡全局特别厚实 上面有潜力 这里要取得二十目左右的战果 才是一盘棋 其实客观讲 白鸡要在这里取得二十目战果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棋 至少是黑鸡好下 应该是客观判断 是黑鸡稍优的一盘棋 至少我不太喜欢 这样白鸡的一个格局 多多少少 这里还是下得有些僵硬 没有注意黑鸡如此实战的一个好手 我当然觉得黑鸡如果走 比如说比较正常型 尖硬的话 白鸡将来这里有个活脚 那有没有一个活脚 那完全不一样了 当关键被黑鸡跨完以后 确实白鸡也没有更多 更好的选择 如果要其究其原因来 可能还是打路有些早了 可能先挂个脚什么会好一点 实战白鸡先分断 一边在远远的瞄着这个攻击 另外一边同时看着 要开始对你这里 要你黑鸡这里进行一个交代 这因为都是刚换完人 走完以后 这两手棋非常厉害 黑鸡现在上场是张梦石 因为这个局面 十月决定再稳一稳 再看看 再找机会上 现在双方已经是第三棒了 白鸡走这样 白鸡冲 这个如果让黑鸡连上 这确实我们这时也用了一个暂停 我们认为这几乎 让黑鸡连上下后的话 白鸡冲很难再密到圣机了 无论如何要穿断 黑鸡挤 这下挤得势不明 其实不着急 白鸡这多一个子 跟这里差别还挺大的 哇 那黑鸡虎 这是 不是 黑鸡没有 黑鸡先 黑鸡没有先走 黑鸡先尖了这个 黑鸡先尖这一下 其实这一下意思很明确 就你看你要实地还是逼你表态 如果白鸡老老实实沾上的话 黑鸡很有可能先再捞一瓢 甚至顶住 先再捞一瓢 或者扳 这样的话 白鸡必须要吃住黑鸡才可以 扳 黑鸡就把这个 白鸡要吃这块黑鸡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长 黑鸡挖 走 多多少少还是很凶险的 这个吃 应该就是说吃不掉白鸡挤 黑鸡就最老实打吃 沾 再一团 这做眼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活法 况且还有随时有可能一种转身的可能性 这一代 所以要吃住 白鸡如果很有用 像顶这个 给黑鸡一般 这要吃黑鸡也是很困难 终究来说 吃鸡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白鸡不敢在这表态 如果白鸡继续跟着硬 那黑鸡冲过来也是很严厉的 留下了一个冲过来的一个下法 我们可以大致再看一下 白鸡如果冲 黑鸡走 这说 其实也是一盘双方都比较没有把握的鸡 黑鸡再长气了也可以往直 甚至跑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白鸡实战 唐中哲选择了一个微微旧照的下法 走了 他没有表态 先搬这个 缓和你这个冲的手段 然后首先先要刮你这块黑鸡 实战黑鸡做活 这走完以后基本成为活形了 因为这有先手 基本上是一个活形 单拍器一顶 黑鸡接下来这部贴有点疑问 黑鸡这时还是应该冲 或者退都是可以的 甚至搬着转身也可以 这部贴有些没有下到骑警的要点上 白鸡走这个 如果说贴这部只是稍微有些疑问的话 那接下来一手棋问题比较大了 黑鸡这部贴没有必要 黑鸡还是应该把这下团了 先确保这块去做活 安心了做活 贴这部棋看上去是对白鸡一种反击吧 但实际上又没有下到位置上 反而让自己整块鸡不活了 从下到这一步棋以后开始 这棋的逆转的味道已经是非常浓了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讲一讲 这个棋手的一个精神利益的问题 其实棋手的不仅是一个棋艺的一个比拼吧 更是一个专注力精神利益的一种体现 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个棋手的气场非常大 像这次通过我们这次中国维持机箱和张学老师 范云洛等等当队友 尤其张学老师一个精神力 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吧 他每盘棋其实下棋车特别能鼓舞大家的士气 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棋形势很差 不太好下很很着急的时候 他就说这棋你们着急什么呀 你们有这么我们对整体实力都比人家要强 这棋完全可以慢慢下 我们肯定能赢的 就几乎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永远是这么鼓舞我们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冠军的气质吧 毕竟拿过这么多次世界冠军全国冠军以后 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信 对棋手对棋的一种气场 像这盘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我们应该说前半盘一直是苦战 甚至是小范啊范云洛啊 包括我们几位男棋手 我啊王称啊叶灵云啊等等 都比较悲观的时候 他觉得这棋肯定没问题 我们就只要把战线那场只要下到比较复杂的局面 我们呢是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实力 好的我们再回到棋局中 像这个时候这棋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乱的一个格局 白石先搬 继续考验黑棋 现在由于黑棋这部贴我们说有些问题 把自己下的不活以后 黑棋一旦无法联络 那就一个特别头疼问题是 这也要补齐那也要补齐 实际上黑棋继续长 形状下的很正 白棋虎 白棋这时冷静沾上 当然白棋我觉得也可以考虎一个 就是虎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虎一个黑棋也很难办 白棋沾上也是很冷静的一手 唐忠哲现在想法很简单 只要我把你这两块钱不让你联络 你两边都要补 你就得处理 而且我只要将来一手棋扳回 我的木树没有任何损失 黑棋连扳 这个时候其实 由于白棋这手棋的稍缓 给了黑棋一次很好的机会 甚至双方谁抢到这个点 就是最最关键的时候 但这时黑棋无论如何应该走这个 要飞 要把这个投出来 甚至黑棋还可以考虑要拼这个 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点 因为一旦被白棋占去这个点以后 黑棋只能去做活 只能这样苦活 就要把这些全走了苦活 甚至黑棋走这个也可以 必须要活 活完首先这个打吃就是特别损的一招棋 打吃完了以后 这个冲的下法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冲很现实的一招棋 走完以后 走这个 这都是非常现实 黑棋一冲 白棋竟然无法抵挡 这几乎都是要掉的 就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战斗过于激烈 白棋没有 黑棋没有时间来下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黑棋更应该要想方向方向出头 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 一旦给黑棋走到这一点 白棋只能是要分断 白棋如果仅仅是走这两个 黑棋跳 即使白棋将来这连上 那黑棋这里还可以追究白棋 这个图显然是 那个白棋不能接受的 所以白棋无论如何 黑棋既然连搬了 白棋获得一次机会 就应该把这个给唬了 逼着黑棋做火 再来跟黑棋纠缠上边 但可惜双方确实也是杀着兴起 都来不及走 白棋吃 黑棋打吃 白棋提 就都局部手机 黑棋走坠了 双方都没有走 白棋打吃 白棋开解先靠了一下 黑棋搬 这都没有问题 白棋开解 这是黑棋是黑棋最后的机会 黑棋无论如何应该要飞这个 这样子只要黑棋联络上 即使这个捷打输了都没有关系 实战黑棋提捷 有捷先提 肯定没有问题 但这是被白棋唬一个当作劫财 那这个时候我想心情实在是太愉快了 而且特别巧合的一件事 当然对方洛阳队是非常有实力 况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队伍 大家知道如果十月这个时候上场的话 他也只能下20到25步 只有最后一棒可以下完全部 下完剩余的全部 他20到24步像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结针 应该其实我们都知道结针是特别消耗手术的 因为你要一手棋提结 一手棋找结 然后另一手棋再提回去 各种各种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手术消耗的很快 本来局后他们说十月本来说这个局部 第四棒是打算要上场 因为这局面确实是最关键的时候 但他一看出结了 他有些犹豫 他就一旦如果下的少 距离就没有追上或者怎么样 最后一棒我们还是有优势的 而我们现在这一棒我们换上了王称期段 然后走到这个时候 其实唐冲者竟非常圆满的完成任务 虎一个 而对手继续没有上十月 而十月在最后一棒四季而斗 可是进程确实也对我们比较有利 白棋虎完这个 黑棋只能做活 白棋再把节提回来 刚才是这样 黑棋只能做活 白棋再把节提回来 黑棋找节 王称这部稍微有点问题 退一个会更好一点 这部帮助有点紧 因为从打节的角度讲 白棋节菜还是明显有利 走 白棋提节 黑棋实战一看节菜实在打不过 只能虎 白棋一提 这里白棋木树上已经追上了很多 况且黑棋这块棋还是要非常难处理 甚至是有被吃热的危险 然后本来十月比较担心 可能打节会消耗掉很多手术吧 但其实也就打了两手 这个节现在黑棋还要下很多步 十月才能上场 因此在这么关键的一个情况下 双方暂停也就愿完了 这棋确实已经很困难 黑棋走这 我们GS接到这时还有一次 而对手洛阳队这时已经用完了 白棋搬 黑棋走这 这都是必然的 其实黑棋这块棋已经危在旦夕了 走这 白棋贴 这个时候应该说客观讲 白棋已经是完全完成了一个逆转 应该说已经是白棋不错 甚至是盛适了一盘棋 就是原因还是黑棋在这一带的处理 过于草率 像这个贴 明显把自己下的不活 这部贴和这两个贴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把自己下中了 应该说这盘棋 唐冲哲在这一带中盘的这个表现非常出色 黑棋飞 随后王车这部搬太有问题 差点成为了本局的一个败招 此时白棋只需要护住 这黑棋已经很困难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就打吃 黑棋只能勉强撑这个阶 白棋就跟着下 黑棋走 这个阶其实白棋极重 而且最困难是黑棋找这种都不是阶 白棋可以沾上 沾上以后 黑棋如果吃了白棋这一冲 这块又死了 因为黑棋这下打吃的先手已经没有了 最主要还是白棋这一代下太厚 这个节其实黑棋根本打不起 打吃这个白棋一消 上面全死了也不行 所以这部虎才是此时形状的要点 然后我们发现他虎完这个以后 马上就金安斯队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担心他出问题 走完这个以后 如果技术要执意杀的话 这棋其实已经不好杀了 如果白棋要贴的话 这棋其实已经有点困难 黑棋走 首先这个节再被黑棋拱一拱 已经是有点危险 而且黑棋还是可以扳的一个下法 再一尝 这是有点乱 而且黑棋局部也是有活棋 在这一尖顶局部也活了 所以叫了一个暂停以后 如果走这个也不行 走这个黑棋一次 白棋很难受 因为有这个断的下法以后 这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 实在经过了一个暂停以后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白棋双 黑棋刺 然后下一手白棋还是应该先沾一下 等黑吃的时候再走 实在上白棋断这个以后 黑棋一断 这一代白棋明显亏损 甚至这棋这里亏损的一个幅度 还是相当大的 下到这个局面 甚至局面已经是有一点细 被扳一个 从这个白棋下法很多 其实白棋实战选择的一个 看上去非常简明 但实际上过于松缓的一个下法 直接导致这盘棋又变成特别细 然后实战后面 黑棋溢出了一步败招 因为如果 黑棋实战是走了这个 这是一个后手 黑棋这个时候应该打吃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手棋 白棋只能沾 白棋只能在这补棋 那黑棋就算把这个连上 黑棋就把这个吃了就好 这白棋很难受 白棋估计只能在这补棋 那黑棋再在这中间走 把这个做活 这就已经没有 或者打吃一个 或者把这个沾上做活 这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样的话 是一排很细的棋 从局面上讲 白棋肯定不差 但我们最后一棒 最后一棒还有十月 十月的关子 肯定还是非常强 白棋有可能 还是要靠出一个火角 白棋如果不活脚的话 这棋可能要输 要拼这个 小尖 黑棋有没有可能这样强杀 应该是还是比较困难的 活了的话 应该说是白棋烧好 黑棋盘面四五目 这样的一盘棋 应该还是特别细的 这样的话 实战 黑棋挡住 最主要是出现 他出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误算 他以为先手 白棋只能跟着走 他想走一个不亏 但实际上黑棋冲断并不成立 就特别简单的一个杀棋 白棋打吃 沾 团 白棋明显快棋 黑棋只有一口棋 这个是一下子 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打应该是一部 很低级的勺 实际上这被白棋一搬 这个搬的价值 大概有先手十多目棋 本身黑棋就算打吃了 就花一手棋 自己这样补上 白棋沾不沾都无所谓 花一手棋补上都不怕 矿权还可以吃这个 其实这样的话 一手棋就被白棋 莫名其妙 黑棋收了一个 价值两三目的地方 被白棋收了一个逆收十目 那一下子这棋就 瞬间悬念就是没有了 黑棋走这个 随后这棋白棋就很好下了 白棋就开始招滴滴行 贴一个 沾 这是最后一棒 我们换上了夜灵云 而对手夜灵云六段 而对手换上了十月九段 因为时间的关系吧 他先打了一将 因为是 每方四十分钟用完以后 是三十秒三次 这是一个适应手 也是一个打一将 白棋一点 因为他经过一个形式判断以后 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拼这个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 黑棋 比如说丁 白棋走这个 黑棋能不能杀了白棋 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 在我看来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 黑棋有这两个先手 可以先下掉之前 随后黑棋可能要考虑这个 这个不好杀 这个白棋一小飞 好像这次就不好杀 但这确实有的脚 因为黑棋还有搬一个的关子便宜等等 所以这样的话肯定要复杂很多 原本要堵这个脚的话要复杂很多 就是因为白棋能抢到这个以后 白棋觉得形式没必要了 走这个是最安全的一个下方 如果走这个黑棋一肩 白棋一挡 这估计你应该也杀不了 黑棋走这个白棋一挤就可以 白棋可以搬了一虎 这个至少没有尽死 但实际上只要如果能尖到这个的话 这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况且实际上白棋还可以有这个 有这个力的一个下方 关子 所以这就比较好下了 实际上黑棋选择尖退浪 白棋爬过 其实爬过之前应该可以考虑把这下大飞掉 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黑棋已经很困难了 把这个挡了 挡是一个逆说非常大的一个关子 我们可以来点一下 白棋本身走这个 大吃 现在粘是先手 这个跟挡相比差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一个逆手七目的关子 相当于后手十四目 而且还有后保 本身这另一个里面有没有棋 都是已经不一定 确实是不一定的事情 走完这一拖 这主要是白棋心 因为觉得形势不错了 所以这不搅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如果一段 黑棋吃 黑棋走 白棋打吃 白棋一跳 这就已经出棋 黑棋冲 白棋挖 黑棋走 白棋吃 这里面其实味道相当相当的怪 我们一直觉得这里应该是我们形势不利最后的一个机会 如果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随时准备这两边拼一下 尤其这一边拼 黑棋有可能黑棋只能忍耐 但现在如果黑棋作为形势不利的一方 黑棋肯定跟你拼了 而作为白棋来讲 却没有必要了 黑棋一挡 白棋爬一下 继续打枪 随后 既然TG挡了 这里面肯定没有池 简单开始收速 打吃 沾上 小筋 这几下也是考验神经 十月确实非常非常顽强吧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 白棋千万不要大意 走这个就出问题了 或者拖先也出问题 为什么黑棋有走这个 长 白棋上 黑棋冲 这样的话白棋就完了 如果拖先的话 白棋走这个 黑棋一断 这就一盘棋又翻了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棋子还没有收到棋盒里 棋局没有结束 那这盘棋就还是有悬念的 白棋粘住冷静 但像这样的局面下 尤其这盘棋事关重大吧 所以 作为黑棋一灵云来说 肯定是下得非常谨慎 像这种地方 对于他来说 有三十秒的读秒时间 那是足够了 黑棋搬 继续考验白棋 白棋如果肯窥木 那黑棋这个肯定便宜了 这棋尽管白棋优势 但这棋也就是盘面差不多的局面 黑棋跳 十月是不断的考验 袖手筋考验白棋的神经 很头疼 实际上白棋利益是好吃 如果肩适得其反 黑棋粘还是先手 不走的话 黑棋一打吃 白棋一吃 黑棋提结成为结了 如果走这就窥木了 实际上走这 确实也是最佳硬法 黑棋挡住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 就有逆手七木做的价值 这里六木 白棋增加一木 逆手七木 但同样白棋这手 其实关子也非常大 很舒服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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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都下在木上 这其实就不容易逆转 吃一下 因为比赛没几乎 其实作为我们 当时研究席上 还是很紧张 当时挺担心 黑棋走这个的 因为白棋走这个 都在算 黑棋这能不能冲着 会不会转换 但实际上证明 这肯定是想的太多了 这个不可能 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换 果然十月 几乎就没想 就走了这个 白棋团住 黑棋挤 白棋站 在下一集说以后 盘面西齐的局面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十月也就是 投资任夫了 就这样我们 金安寺街道队 战胜了洛阳队 进入了中国 为之之乡 总决赛的决赛 最后我们也 也战胜了一个 盛州队 最后获得了总冠军 应该说 这盘棋的一个 激烈程度 将这个接力赛制 为之之乡 联赛 接力赛制的一种魅力 体现无疑 大家在发挥自己 个人实力的同时 还考虑着团队的 排兵布阵 尽可能 作为我们来讲 尽可能的 想让对手 尽早的打出 十月这样的底牌 然后在关键时候 又想给对手制造困难 让对手十月 什么时候上 也是一个 非常纠结的事情 这个既是一个 战术的比拼 也是一个技术的比拼 这可能也是 为之之乡 和陈卫连 这样的赛制 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好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